Hello 大家好 在今天的影片 我打算和大家聊聊POWER BI 這套商務分析軟體 它可以將龐大的數據資料 轉換成每關易用的互動式圖表 讓我們可以輕鬆的掌握數據中 所呈現的脈絡與趨勢 如果你的電腦中 沒有安裝這套軟體的話 你可以打開瀏覽器 前往POWER BI的首頁 點擊免費開始 就可以將它下載到自己的電腦 安裝完畢之後 我們可以直接啟動POWER BI 並且點擊取得資料 進入到下一個頁面 POWER BI 支援多種類型的資料庫來源 而今天我打算以大家最熟悉的 Excel 作為範例 不過在匯入資料之前 我會建議先針對 Excel 表格 做一個簡單的格式檢查 檢查的重點在於表格的四周 不要有任何的合併欄位 像是日期群組、數值小記、跨欄式標題等 使整個表格看起來只是一份簡單的資料記錄 POWER BI 在預設的情形下 會將 Excel 的每一張工作表 轉換成獨立的表格 不過在第三張的工作表中 由於裡面有兩份不同的資料 因此我們可以考慮將它們個別輸出 利用格式化為表格這個指令 按下確定 同時為這個表格取一個容易辨識的名字 如果你的表格範圍很大 用滑鼠不容易框選的話 你可以按住 Ctrl 和 Shift 鍵不放 配合右方向鍵選取整列 再點擊下方向鍵 就可以全選整個表格 接著我按下 Ctrl 加 T 交出轉換對話框 按下確定 然後同樣替表格重新命名 完畢後 我們就可以將這些設定儲存起來 並且關閉 Excel 的程式 OK 下一步我回到 POWER BI 的介面 確認資料庫的類型為 Excel 之後 按下連接來選取剛才的 Excel 檔案 此時 POWER BI 會列出檔案中可供匯入的資料 其中前兩個項目就是我們剛才所建立的表格 而第三個工作表裡面是重複的員工與門市資料 我們可以直接略過 而後面的產品和銷售工作表 則可以將它們一同勾選起來 此時如果我們打算直接進行圖表的製作 則可以按下載入按鈕 或者我們可以按下轉換資料 來針對這些表格做匯入前的最後檢查 舉個例子 在產品這個頁面中 我發現資料的欄標題跑到了第二列 對此我們可以透過上方的這個按鈕 來修正標題的位置 另外表格內如果有些欄位 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中不會用到 我們也可以將它們直接刪除 接著我繼續切換到員工頁面 這裡我打算將實際和目標業績分成兩個欄位 以方便進行資料分析 因此我切換到轉換標籤 來開啟分割資料行的對話框 由於這些業績資料是以斜線作為分格符號 所以我在下拉選單中選擇制定 並且輸入一個斜線就可以完成資料的分割 最後我針對標題欄連按兩下滑鼠左鍵 進行標題的重新命名 就可以將這個對話框關閉 進入Power BI的主要介面 Power BI的操作介面其實與Office非常的接近 中間是我們建立圖表的地方 而上面的工具面板 則提供了各式各樣的功能 譬如這個區塊 可以讓我們繼續連結其他的資料庫 如果已會入的資料有任何的更新 像是Excel內有新的交易紀錄 那麼我們可以點擊重新整理 使Power BI能夠取得新的資料內容 在左邊第二個標籤 是檢視資料表格的頁面 以及建立公式的地方 而在第三頁 我們可以看到資料表格之間的關聯 透過這些關聯 我們可以進行跨表格的交互查詢與計算 像是我們可以連結到產品表格 來查詢產品的單價 或是連結到門市表格 來查詢門市的地址 在預設的情形之下 只要兩個表格有相同名稱的欄位 Power BI就會自動將它們連結起來 而如果遇到表格之間 欄位名稱有不同的情形 我們能可以透過滑鼠拖曳的方式 手動建立表格之間的連結 OK 我們實際來看一個 跨表格的計算範例 我切換到第二個標籤 來開啟銷售資料表 這裡我打算將銷售的數量 乘上產品單價 來計算出這筆交易的總金額 不過由於單價欄是位於產品資料表 因此我們得使用關聯的語法 來完成這個公式 所以這裡的第一個步驟 是先到上方的功能區 按下新增資料行 新欄位的名稱我設定為總金額 接著我按下鍵盤的2 來插入關聯語法 並且從選單中呼叫產品表格的單價欄 然後我補上一個右括號 再輸入一個乘號 來將產品的單價乘上數量 再按下Enter鍵 就可以完成總金額的計算 最後我們再替這些數值 加上貨幣的符號就OK囉 計算出每筆資料的交易金額之後 我們還可以繼續將整個欄位加總 以方便進行銷售的分析 於是我到上方的功能區 點擊新增量值 名稱我指定為銷售總額 然後我插入一個大家很熟悉的 SUM加總函數 加總的對象是總金額欄位 再補上一個右括號 按下Enter 那麼計算的結果 就會儲存在右側的面板中 我同時也替它補上一個貨幣符號 OK 做好這些預備工作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入到最有趣的部分 也就是視覺化圖表的建立 目前我們看到的頁面 是一個純白色的背景 如果你希望能夠做點簡單的美化 你可以打開格式面板 展開頁面背景的區塊 來指定你想要的背景顏色 底下則可以指定顏色的透明度 甚至我們也可以使用自己喜歡的圖片 來作為背景 另外為了方便操作圖表之間的對齊 我切換到檢視標籤 來將背景格線設為顯示狀態 同時啟用格線貼起的設定 這裡我打算製作的第一個圖表 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直條圖 建立的方式是先使用滑鼠 點擊圖表類型 再將要分析的資料 譬如銷售總額拖曳到直這個欄位 我們可以繼續在圖表內 加上其他想要分析的項目 譬如我將銷售門式拉到軸的區塊 就可以看到所有門式的銷售業績 圖表中的視覺元素 基本上都可以進行自訂的設計 這些設置都統一歸類在格式標籤 譬如在資料色彩的面板中 我們可以更改直條的顏色 而資料標籤也可以設為顯示或隱藏 另外在X軸和Y軸的面板內 我們也可以選擇 將多餘的坐標軸標題關閉起來 Power BI針對圖表提供了多種篩選工具 比方說 如果我今天只想要看到部分門式的資料 那麼我可以到篩選面板內 打開門式清單 將要隱藏的項目取消打勾 至於數值類型的資料 我們也可以設定大於或小於等條件 來進行銷售業績的分析 如果要清楚已套用的篩選條件 則可以點擊面板右上角的橡皮插圖式 除了篩選面板之外 Power BI還有一個可放在圖表頁面內的篩選工具 叫做交叉分析篩選器 它的使用方式是將想要分析的欄位 拖曳到面板之中 然後藉由勾選的方式來進行項目篩選 或者我們也可以把日期當作篩選的條件 顯示模式則設為之間 於是我們就可以拖曳滑桿 來檢視這段期間的銷售業績 OK 接著我們來製作 第二個圖表堆疊直條圖 它的建立方式 跟前一個圖表完全相同 不過這一次我多放了一個 產品欄到圖力這個區塊 使我們可以在圖表內 檢視每一項產品所佔的比重 另外 Power BI 針對日期類型的資料 有提供了層級切換的功能 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右上角的按鈕 來將顯示調降為G或是月 點擊旁邊的上箭頭 則可以將層級調升回來 說到日期資料 就不能不提到 另一個常用來呈現時間演變 和趨勢走向的圖表 也就是折線圖 我將折線圖新增到頁面之後 同樣將銷售總額拉到直 再將日期拉到軸 日期的顯示層級則調降為月 此時我們會發現 Power BI 在呈現月份時 仍舊是以英文顯示 由於不知道這個問題 何時才會被修正 所以我們不妨自救一下 切換到表格檢視頁面 打開銷售資料表 來自己建立一個中文月份的欄位 這邊的第一步 是先按下單引號 取得表格中的銷售日期 然後加上一個Month函數 來將日期轉換成月份 最後再利用連結符號 在公式的後面補上一個月字 就OK囉 不過這裡卻出現了一個問題 由於這個欄位的資料類型是文字 而非數值 因此當我們將這個中文月份 拉到圖表的時候 底下的月份 會出現排序錯誤的情形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之一 是針對月份欄打開滑鼠右鍵 選擇編輯查詢 然後切換到新增資料行標籤 來將日期欄以月的方式複製一份 如此在月份欄的隔壁 就會多出一個數值類型的月份資料 於是我們就可以將 左邊的月份欄 依照右邊的月來進行排序 這時當我們再回到圖表頁面 將月份拖曳到軸的時候 底下的月份就可以正常顯示 不會再出現排序的問題囉 OK 接下來我們試試看用橫條圖 來呈現員工們的業績達成率 先前我們在匯入Excel檔的時候 我們曾將業績欄的數值一分為二 而這邊我們可以進一步新增一個欄位 來計算員工的業績達成率 它的公式也非常的簡單 就是拿實際業績除以目標業績 最後再將計算的結果套用百分比的數值格式 下一步我回到圖表頁面 新增一個群組橫條圖 來將這個業績達成率拖曳到值 再要的類型我設為加總 接著再將圓公欄拖曳到軸的區塊 如果想要在橫條圖上顯示達成率的數值 我們可以切換到格式面板 開啟資料標籤的顯示 如此我們就可以關閉Ex軸 使圖表顯得更為簡潔喔 下面我們繼續來看圓形圖和樹狀圖 圓形圖的主要用途是用來呈現各個項目 在整體中所佔的比例 譬如我將客戶拖曳到圖曳區塊 就可以得知每個客戶在全年業績中所佔的消費百分比 如果想要在圓形圖的四周顯示客戶的名稱 我們可以到格式標籤內 將詳細資料加上類別的顯示 於是旁邊的圖曳顯示就可以把它關閉起來囉 至於樹狀圖的概念與圓形圖非常的類似 它同樣是利用面積的大小 來展示數據之間的佔比關係 在此我同樣將樹狀圖的資料標籤開啟 並且將數值單位設為無 來顯示明確的銷售金額 除了傳統的圖表之外 Power BI也可以將數據結合地圖 來呈現區域的銷售情形 建立的步驟同樣是先點擊地圖圖表 然後我將門市所在的縣市拖曳到位置欄 再將銷售總額拖曳到大小 如此每個門市的銷售成績 就會以圓圈的大小來呈現囉 最後我打算在目前的儀表版中建立幾張字卡 來標示一些重要的數據 首先當然還是少不了銷售總額這個欄位 如果後面不想要加上百萬這個單位 則可以到格式標籤內將這個單位關閉起來 此時如果我們還需要其他的字卡 我們可以將這張卡片按下Ctrl加C複製 Ctrl加V貼上來複製一張字卡 並且在右側面板中換上其他重要的數字指標 像是銷售門市的數量 此時如果你覺得卡片中的文字讀起來不太順口 那麼我們可以到格式面板內將類別標籤關閉 並且自己設定一個想要的文字標題 我重複這個步驟 將卡片再複製一份放到旁邊 標題我更改為平均業績達成率 然後切換回資料面板 將同名的欄位拖移進來 再將摘要的類型設為平均就OK囉 最後我打算在儀表版的左上角 加上一個公司logo 我切換到插入標籤 點擊影像來選擇練習檔中的logo圖檔 由於logo本身有做過去背 所以我到右側的面板中打開背景選項 使logo的後面能夠顯示白色的背景 做到這裡 你可能覺得Power BI預設的圖表配色 並不是很好看 所幸的是 在檢視標籤中 這裡有許多配置好的色彩主題 可供我們隨意套用 如果這些主題仍不合幾億 我們甚至還可以打開布景主題庫 來下載網路上的設計範本 下載完畢之後 我們只要在選單內點擊瀏覽 就可以將下載的主題套用到儀表版囉 此時我們也不妨來體驗一下 Power BI儀表版的魅力 我們只要點擊任何一個圖表項目 像是某一家客戶 某一位業務員 或是某一項產品 都會連動到其他的圖表 來顯示對應的資料 如果想要一次顯示多個項目的話 只要按住Ctrl鍵不放 將它們依序選取起來就OK囉 當然在這個資料雲端化的時代 這些製作好的圖表都可以透過網路 來進行協作與分享 而且如果你有打算使用手機 來讀取這些圖表資料的話 你可以利用手機配置的功能 將製作好的圖表逐一拖曳進來 並且將它們重新排版 以符合手機的顯示比例 最後如果你已經註冊 且登入自己的Power BI帳號 你可以在首頁標籤中點擊發行 將這個儀表板上傳到雲端空間 如此我們就可以透過網頁瀏覽器 或是手機裡的Power BI App 來讀取這些圖表資料囉 OK 那今天的Power BI簡介 我們就聊到這裡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